回到新闻现场我们要来掌握是 尾巴战争的冲突持续扩大 美国宝桥公司在土耳其的工厂 被两名凶手挟持 而两名武装分子呢 直接闯进工厂挟持了七名员工 在墙壁上呢 画上土耳其跟巴勒斯坦的旗帜 写下大门将为加萨敞开 看似为了抗议 以色列在加萨的行动冲突 其中一名男子身上 还被挂着一次炸药的东西 并且跟涂鸦墙合拍 而其中一名人质呢 曾经拨电话跟警方透露 目前场内一切安全 当时警方已经介入 跟凶手进行谈判当中了 好 另外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坦 在去年12月罹患社户线来住院 却没有告知总统拜登 跟其他的幕僚同僚 而现在呢 针对这件事情 他郑重在记者会上道歉再道歉 我们持续来听听 奥斯坦强调他没有指示幕僚 要隐瞒自己的住院消息 也透露自己还没有完全康复 一条腿其实不太方便走路 在五角大厦的大楼 他必须要用高尔夫球车来移动 会比较方便 那么七岁的他是在去年12月22号 做了小型的手术 隔天回家 但是1月1号呢 这个白宫到了1月4号 才得知这个消息 那在1月5号国会被告知 拜登甚至到1月9号 才确定他有这个奥斯坦有离癌的状况 好 中国大陆的民航局 日前有宣布 在2月1号起叫取消了M503航线 从北到南的飞行偏制 而启用的是连接的装置 是M503航线的W122跟W123航线 向由西向东来飞行 而这个航线其实更贴近海峡中线了 美国国务院就说 反对北京在没有跟台湾亲战的情况之下 就擅自修改了台湾海峡的民航线 那现在呢 美方也重申 他们的立场是反对任何一方 片面改变现状 有关台湾海峡的民航议题 必须要透过双方对话来解决 而不是由北京单方面的 擅自修改了民航的航线 这个举动其实就是要 刻意提高了安全风险 同时也威胁到了两岸的稳定性 好 我们再来还要来掌握的是 在欧洲的农民最近抗议是遍地开花 包括比利时农民在欧盟的高峰会前夕 也是攻陷了首都布鲁塞尔 在布鲁塞尔的广场设置 多个这个大火的地方 甚至还不满 因为成本上扬 导致说环境的污染政策 还有一些廉价食品进口的计划 他们故意要瘫痪交通 希望可以表达诉求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画面 看起来有一些浓烟白烟不断窜出 好像起火燃烧了 其实他们是故意来设路障 排列在欧盟的总部大楼前 要堵住主要干道 而多辆消防车赶到现场灭火 但现场还是乱成一团 抗议组织就特别说了 农民计划要封锁第二大港口 至少36个小时 目前还不清楚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不过港口方已经跟警方 跟组织者联系 希望他们可以降低抗议的场景 但是农民表示 他们已经够绝望了 批评当局应该要确保食品的价格 反映农民应该要遵守 这个欧盟不断要提高环境的标准 而负担的额外成本 因为真的撑不下去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第2个点 全部都在路面 带补宣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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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